那时候我其实心里有点焦虑 就想说 我们的孩子两个都不会走路 然后怎么跟人家一起玩 结果我们的小组长 就带了一个他的朋友来 他是当地人 然后也跟我们一起玩 那有一个画面 一直到现在还在我的脑袋里面 是印象非常鲜明的 就是我的小组长的这一个朋友 他跟我的大女儿永津 两个人坐在石门水库外面 有一个很大的草坪上面 然后我的大女儿呢 笑得这嘴巴好开 然后这个阿伯 我们就叫他阿伯好了 这个阿伯呢 跟着我的孩子 就在那里 不知道怎么逗他啦 然后就两个人 就一直在草地上 也很少看永津那么开怀 那我就觉得 这人好特别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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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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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